天空一声巨响,小二闪亮登场 大家好,爱你们的小二又来了 相信谈过标题的姐妹们已经知道小二要说什么了 没错,向韩之际,吴磊单身之后又有新回应了 要说吴磊和向韩之的绯闻从8月份开始就传的是沸沸扬扬 各种蛛丝马迹让网友生意 加上双方的肩默更让绯闻持续发酵 小二都看吐了 直到10月份,吴磊将微博简介里的感情状态改成了单身 才让这段绯闻有了一个了解 在吴磊表明单身之后,向韩之也终于发生 10月24日,向韩之忽然发出一则视频并配文 过好自己就够了 其实仅从这句话就能隐约感受到他的心声 但从他的视频中配的文案更能看出 他是针对和吴磊的绯闻而发生 向韩之引用了时下很火的王宝川挖野菜的梗称 烦死了,忙着变美变瘦变强大 哪有时间挖野菜做舔狗啊 你就围着他转吧 最好把山上的野菜啃光 书也别读了,费也别捡了 向韩之还称,我要拼命往上爬 获取选择的权利 我才不要在喜欢的人面前搞自卑那一套 我要那群挖野菜的只能看着我 慢慢配上我的野心 因为这是我应得的 先给各位观众老爷们解释一下挖野菜这个梗 这段时间王宝川挖野菜的梗大火 这个梗源于2012年陈浩铭和萱萱主演的古装爱情剧 薛平贵与王宝川 王宝川本是丞相之女却不顾父亲之言 下架贫困的薛平贵为妻 与父亲断绝关系被赶出家门 之后薛平贵随队伍随军出征平定西凉 王宝川独自一人在寒瑶中苦度18年 这18年来他靠挖野菜活下来 日子过得是异常艰辛 但薛人贵却娶了公主风光无限 薛人贵一锦还乡之后 虽然把王宝川接入宫中封为皇后 但据说王宝川仅当上皇后18天便离世 本是富家小姐却下嫁给穷小子 最美的时光都在挖野菜中度过 最后还落得个隐秘的下场 王宝川因此被吐槽是恋爱脑被各种比译 与他相关的各种段子也一命而生 像韩之发的这条段子 便是很明显的在吐槽王宝川恋爱脑 也是在回应和吴磊的绯闻 对于他的发声网友却并不买账 有网友质疑 现在才回应 为什么当时不说 其他网友也表示复合成 如果当时他成亲了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可是他一边吃着绯闻的红利 又一边说过好自己 真的让人看不懂 在绯闻传的最沸沸扬扬的时候 向韩之选择沉默 但在吴磊宣布单身之后 向韩之的态度才姗姗来迟 他这样的做法也被吐槽是蹭热度 还有网友觉得向韩之越描越黑 发布的视频中有不少元素 和吴磊发的都很吻合 网友称向韩之视频中出现了 大网球 光剑 西洋 拍立德和狗狗这些元素 而吴磊最近才发了一组拍立德 日常更新的视频中 也有网球西洋狗狗这些元素 因此觉得向韩之表面说着 过好自己就够了 实际上还是在暗戳戳的蹭热度 此外还有不少网友 继续嘲讽向韩之 戏谑其为 书道座王安宇 代表座周毅然 成名作吴磊最新作品王鹤蒂 而这条评论几乎会出现在 向韩之每条动态的评论区 向韩之借着王宝川挖野菜的梗 算是回应了自己的恋爱态度 本以为给他和吴磊的绯闻画上一个句号 没想到越描越黑 依旧迎来这么多度吐槽 实在让人始料未及 有人说向韩之错过了最佳澄清时机 因此在吴磊发生之后 最好的方式就是沉默 如今他这样操作反而让人反感 但也有人觉得 网友对向韩之的恶意太大 既然对方大大方方的否认 那就让这段绯闻翻篇吧 下而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去关注吴磊的作品 这几个月里爱奇艺凭借底线我的反派能有小火力吧 相比之下老对手鹅厂的势头就不太好了 自从暑期档的新汉灿烂出圈之后 再也没有什么出圈作品 原本鹅厂使了个大劲 终于将爱的二八定律定档 放出的新预告里 杨幂和徐凯这对高颜值CP各种甜蜜互动让人上头 可是却因为不可抗力又临时撤档 迟迟没有新消息传来 而鹅厂还将不少热门大巨户的死死的 顶流肖战搭档任敏主演的玉古瑶 剧中男女主上演虐恋情深的戏码备受瞩目 预告片里肖战古中半项经验 众人神仙落泪更是成了点心之笔 眼下幽幽网传消息称 鹅厂的又一大局在暴雪时分筹备拍摄 你妖男主吴磊 这一波会是新的王炸吗 朝强爱必改编上演甜蜜恋爱 在暴雪时分改编自莫饱非饱的同名小说 讲述的是在纽约的暴雪天气里 吴磊饰演的林一阳对英国一见钟情 两人同为台球选手 在英国表弟的助攻下慢慢相熟 了解了对方的过去 决心共同为台球事业奋斗的故事 这部剧其实情节上就是男女主的竹梦加爱情故事 算是有竞技类背景的甜蜜剧 和《你是我的荣耀》 《亲爱的热爱的》等作品都属于是一挂的 而且该剧的故事和《亲爱的热爱》的相似度颇高 禅述的核心观念一样 只是改变了细节上的路数 新剧从电竞变成了台球 而感情线变成男追女 原著作者都是莫宝飞宝 这种甜宠剧套路真是经久不衰 而且莫宝飞宝的作品确实有质量保证 它的代表作大部分都成功完成了影视化 其中周生如故一生一世 在2021年都迎来了大爆 莫宝飞宝本人也从事了编剧工作 豆瓣评分8.4的《步步精心》就是由其编制的 而且这几年里 他也开展了改编自己作品的模式 直接变声轻拉编剧 简直成了熟迷和剧粉的一大福音 如果说此次能由莫宝飞宝操刀 自然是最好不过 拍摄中的很想很想你 也是他自己做了编剧 其实对于甜宠剧来说 编剧在整个班底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说别的 只要此次还是莫宝飞宝上阵 剧情基本就稳了 而且这部作品原著姓张迪拉曼 有特别多亲密戏 虽然电视剧可能做不到百分百还原 但只要剧粉水准在线 隐晦的体现出纯预风也就够了 可以参考一生仪式里 白露和任嘉伦的开车桥段 虽然没有过多的肢体接触 但还是能让人发出吐蕃鼠尖叫 选拳和人士高度契合实在太养眼 在暴雪时分的选拳还是非常养眼的 男主的人设是个天才抬球手 书里对他的外形描写是 皮肤偏白 脸瘦下巴尖 鼻梁不如欧美人的高 皮帅皮帅的 影视剧里符合条件的年轻小生 还是比较多的 但要是考虑综合实力的话 尼拗的吴蕃是个不错的人选 他本身和鹅厂就有一定的合作关系 出演的长歌行星和灿烂 两部爆款都是鹅厂的 所以说 他出演鹅厂剧的几率本身比较大 而且他作为童星出道 表演经验丰富 也留下了不少黑历史 春去春又回礼那段 先生买一个吧 也是引爆笑点 而他今年暑期 在星汉灿烂里的表现 也是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剧中 吴蕾饰演的林布宜 深情又不乏伶俐 虽然爱成了救赎 但他也没有放弃过复仇 人设树立丰满 到后期 吴蕾更是凭借着风批行径 登上热搜 战损装相当出彩 吴蕾本身就有特别强的性张力 出演剩下未来的时候 和张子峰就圈倒了不少CP粉 星汉灿烂力和赵露丝组成的 这个男主角色吴蕾真是再合适不过 女主方面倒是也有人提过 让吴蕾和赵露丝二搭 毕竟有较强的粉丝基础 但是赵露丝本来还有偷偷藏不住在拍 过多的刷脸其实也会让观众审美疲劳 女主这边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赵青迈了 和吴蕾一样是被观众看着长大的 出演小别里里的亲情亲之后 就受到了一听关注 到了2018年 他和张嘉义严妮 两大戏谷主演的少年派收视颇高 更让人惊喜的是 今年剧迷居然等到了少年派2 虽然质量不比从前 但还是满足了剧迷的情怀 而今年赵金迈得到加持最多的一部剧 就是开年的开端了 这种阳光出品果真是反响不俗 热博期间屡次掌获全网热毒第一 聚焦循环题材深度解读人性 赵金迈在这部剧里真是贡献了高光演技 每一次的循环醒来 他都演绎出了不同层次的变化 眼神戏爆发戏再现 给了观众绝佳代入感 重点是 赵金迈的长相恰巧就是那种 可言可甜的廉家妹妹 和树立女主的外形 脸白里透红 鼻子小 眼睛大 脸圆圆的下巴也不尖 美得毫无攻击性很甜 全都高度吻合 简直就是天选女主 吴磊和赵金迈他俩搭档 也算是姐弟恋横行的 影视市场里的一股清流了 虽然说接连带感 但还是有不少观众 更喜欢看少男少女谈恋爱 青春阳一折才能最大程度 还原出书里的氛围感 看来严控朋友就追了 总而言之 在暴雪时分的剧情走向 还是颇具看点的 天才抬球手和明媚少女爱情故事 将甜恋和励志做了结合 只要不魔改原出剧情 绝对是稳了 如果是亲妈编剧 自然是再好不过 男女主从新生代演员中进行挑选 实在是太难得了 终于能见到青春期恋爱 树实是没有白等 这两人演技也都不错 如果是真的 这次确实值得期待了 那么这次的选角 符合你的预想吗